古代最恶心皇帝,妃子病死,下葬前还要打开棺材,让服侍他一玩。 公元401年,后宴朝五的慕容圣平定叛乱时,身中冷戒,重伤不治,一命呜呼,年仅29岁,慕容圣死后,后宴大臣本玉立徽民帝,慕容宝之子慕容元位帝,结果丁太后立排众议,让自己的情夫慕容熙登基称帝,史称后宴朝文帝。 丁太后凭一己之力让慕容熙坐上皇位,可慕容熙却是个白眼狼,称帝第二年,便将丁太后俩在一旁,将服松子、服训英这对姐妈花接入宫中,左拥右抱,好不自在。 丁太后看在眼里,恨在心里,一边诅咒慕容熙不得好死,一边连和娘家侄子欺兵上书丁信,打算废了慕容熙,立慕容渊位帝。 慕容熙的知此事后,很是愤怒,丝毫不顾及和丁太后曾经同床共枕的情谊,冲入后宫,直接将丁太后活活逼死。 丁太后死后,再也没人打扰慕容熙和服松娥,服训英三人的幸福生活,慕容熙对这对姐妹花是言听计从,这对姐妹花说抄谁的家,就抄谁的家,说用什么酷刑,慕容熙便用什么酷刑。 可没多久,服松娥便操劳过度,卧床不起,这时竟然有不长眼的方氏,竟然跑到慕容熙面前装神弄鬼,结果服松娥还是死了,慕容熙一怒之下,竟然直接让人将方氏剁碎,烧成灰。 服松娥死后,慕容熙对服训英更是疼爱,封她为皇后,服训英爱旅游,慕容熙就带着她游遍后宴,东至清岭,北到白鹿山,南达沧海,一路招摇过市,搞得鸡飞狗跳,百姓苦不堪言。 可末几年,服训英也因操劳过度,一命呜呼,慕容熙哭得像死了亲娘一样,数度昏厥,抱着服训英的尸体不让下葬,大臣好不容易,将服训英的尸体夺了下来。 慕容熙又亲自辟麻带笑,命令闻五百官哭领,暗简哭着,无泪色罪之,为了不掉脑袋,不少官员只能在袖子上抹上希腊之物,场面相当震撼。 不仅如此,慕容熙还用举国之力,为服训英修剪灵寝,上至公卿,下至百姓全部参加,将国库花了个底朝天,才将服训英灵寝建好,待服训英出殡之时,由于拉棺材的马车太大,出不了城,慕容熙一怒之下,竟下令让人直接将城门给拆了。 服训英死后,慕容熙思念成灾,实在舍不得自己这位宠妃,徒步跟着服训英棺材,跑了二十多里,下葬前,还命人打开服训英棺材,秉退左右,和服训英尸体发生关系,不得不感叹,真是一对生死之交。